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红炮还可以直接吃掉黑马呢 小萌 这样你的炮就要被黑车吃掉了 哦 看来车也是走直线咯 大象老师 车不会像小兵一样 一次只能走一格吧 车的本事啊 可大着呢 我们快来一起看看吧 象棋中的车呀 是古时候打仗用的战车 战车在平地上呀 跑得特别快 嗖的一下冲过去 就把敌人撞得东倒西歪 战车虽然跑得快 但是不容易拐弯 所以在棋盘上 车也是走直线 而且车呀 和炮一样 都是可以走得很远 嗯 我来试试看 车先走到这里 再走到这里 再向后退 走回原来的位置 大象老师 我走得对不对呢 没错 小萌 你来数一数 车在棋盘上能走到几个交叉点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树线上可以走到九个交叉点 横线上可以走到八个交叉点 一共是十七个 真的很厉害 大象老师 那炮也可以走十七个交叉点呀 为什么您之前说还有比炮更厉害的棋子呢 难道就是车吗 哈哈 比炮还厉害的棋子就是车了 炮在吃子的时候 需要炮架的配合 而车呀 不需要其他小伙伴帮忙 就可以直接吃掉直线上的棋子 比如这盘棋 红车可以吃掉树线上的黑象 黑族 但吃不到黑市 因为呀 车是不能像炮一样隔着吃子的 红车也吃不到黑炮 因为它们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讲到这里 大象老师要考考小朋友们了 红车可以吃掉几个棋子呢 小萌 你来说说看吧 左边的红车可以前进一格吃掉黑炮 也可以横移吃掉右边的黑族 右边的红车呀 可以后退吃掉树线上的黑马 但是不敢吃树线上的黑市 因为黑市有黑车保护 如果红车吃掉黑市 就要被黑车吃掉了 这样一来 两个红车一共能吃掉三颗棋子 我答的对不对呀 完全正确 大象老师 车真的很厉害 那还有比它厉害的棋子吗 在我们象棋的所有棋子当中 车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经常可以自己完成很多很多任务 比如这盘棋 黑方五个小组连起手来 准备捉红方的老帅 红车只要守住这条横线 就能保护老帅 挡住对方的进攻 你看 黑方无论哪一个小组前进一格 都要被红车消灭 哇 一个棋子挡住五个棋子 真的好厉害 车在进攻的时候呀 本事也不小呢 比如这盘棋 红方想消灭保护老将的士和象 只要把红车走到这里 就可以同时捉黑士和黑象 黑方无论怎么走 都要被吃掉一颗棋子 小萌 你看懂了吗 我懂了 我懂了 讲到这里 我要考考你和小朋友们了 黑炮正在捉红方的小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小萌 你来试试吧 我们可以把车退回来 保护小兵 如果黑炮吃兵 就要被红车消灭了 你说的没错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嗯 让我想一想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们还可以把红车横移过来 这样既捉黑炮 又捉黑足 不但能保护小兵 还能攻击对方 大象老师 我说的对不对 哈哈 小萌 你答对了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都学习了什么吧 今天我们学习了 车的走法 知道了它们可以沿直线 自由行走 可以直接吃掉 直线上的棋子 还见识了 它的各种本领 小萌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象老师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 该学车旁边的棋子 马了呀 嗯 马的走法也很有趣 跟车和炮很不一样哦 下节课 我们继续学习吧